中方注意到了有关的联合声明 声明有关内容 歪曲抹黑中国同太平洋岛国正常合作 蓄意炒作南海问题 并对台湾 新疆 香港等中国内部事务说三道四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也想花点时间做出一些具体的回应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中所安全合作的立场 强调有关合作有利于促进索罗门群岛 及南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与地区安排并行不备 中所开展安全合作不针对第三方 也无意建立军事基地 美新联合声明 炒作有关问题是别有用心 制造虚假信息 对中方攻击抹黑 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 却对其他国家开展正常安全合作 表达所谓担忧 这种行径十分虚伪 反映出了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思维 美国在本地区拼凑军事集团 刺激军备竞赛 并给南亚地区带来核扩散风险 这才是真正的安全威胁 我要强调的是 王毅国委员兼外长 近日访问南太岛国 并与斐济总理兼外长 共同主持第二次 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 王毅国委员就发展 中国与岛国关系 提出四个坚持 即强调坚持平等相待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开放包容 得到岛国的广泛欢迎与认同 这次访问达到了加强沟通 增进互信 凝聚共识 深化友谊 扩大合作的预期目的 取得了积极成果 岛国领导人积极评价 中国支持 为岛国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抗击疫情 发挥的积极作用 对中国 太平洋岛国合作的前景 充满期待 中国和岛国将继续 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 坚定维护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不断巩固和发展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追求共同发展繁荣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国太平洋岛国 命运共同体 我还要强调 台湾 新疆 香港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国家 或外部势力干涉 南海的航行自由 过去 现在 没有任何问题 将来 也不应有问题 中共坚定维护 国家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 坚定捍卫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国际体系 和以国际法 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 我们 一贯主张 国家间 发展双边关系 应有利于 世界和平与稳定 不应针对第三方 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同时 我们坚决反对 以意识形态划线 在事关第三国 主权和安全的问题上 采取错误言行 干涉他国内政 中方敦促美方 摒弃冷战思维 和意识形态偏见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对中方 进行污蔑抹黑 我们希望新方 坚持独立自主的 外交政策 多做有利于 增进地区国家 安全互信 有利于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我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平稳定的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